这些还在忙忙碌碌的人 哪个不可怜 生活都不容易啊 林婷是个画家 是一个盲目相信爱情 是一个理想处理者 可是她倒入二年了 当着我那面狠心把自己的手给擦脏了 她说那是对爱情绝望的承拔 可是我觉得我应该早已经领导到 我应该多去看看她 我应该多跟她沟通 我应该早已经走进她的心 也许这个事情就能避免了 你把锤子藏在她的手上 给擦在我的心上 我跟她一样疼 我跟她一样疼 你死一个说说看 我跟保证 你死了以后 你的照片不仅会封明你们全校 还会走进你的左邻右手 包括七大跟八大一 还有你弟弟 我让你弟弟全校同学 拿着你的照片当课本 我就想明白了 连死都不怕的人 怎么就不能听人生的孩子呢 只好 几个女孩 不说 但我们还是这样子 他就 arms 还是一样 之后 他跟我说 用这个 montage 带我们最严重 看 STUD�� 扮 eng 你倆光学好 愿意替人甘愿呢 你要是敢伤害我 我给你拼了 你那是什么拼 在乎他是吧 那就证明你还有牵挂 有牵挂的人死不起 你知道吗 就算你真的死了 这也让他也得有人给我还 到时候是张国浪王王 还是这个理论 我说了算 为什么一定要拍我的画啊 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些画 很值钱啊 好 我现在就把每幅画定价一块钱 你去拍啊 去拍啊 严迪 你不要说气话 我们评估过 你的画是有一定市场价值的 我们今天来 也是想解决问题的 解决问题 你们解决问题的方式 就是把我的画 都变成实健康了对吗 拍卖所得 还清欠款 这些画就还是你的 如果还不清呢 只要你有财产 我们就要继续执行 我没有别的财产 我只有画 那你以后画的话 我们依然要拍卖 你还要拍卖 得多 对 你还要有名字 去找我的 给我 你然后再在原来 给你 你再拍卖 你还要拍卖 不得了 你还要拍卖 你也没有拍卖 你掌握 我 我 我 所以我们分析 三门祭出的这幅画 就是落日 而且是真迹 剩余的十七幅画作 大概率还在国内 根据你们的发现 至少可以做出 这样一种推动 如果这幅 在马来西亚发现的画作 不是每院学生的房品 而是真迹的画作 那么就完全 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严迪在三门的教唆下 签下了一幅诡异的合同 然后他把自己婚内的 十八幅画作 毫无条件地交给了三门 保管并且收藏 而三门呢 他找了枪手 模仿了这十八幅画 林某混太子 调包了 你们还记得吗 严迪在进行行为艺术创作的时候 烧掉了这十八幅画作 然而被烧掉的这十八幅画作 很有可能是房品 不是真迹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 我们必须查清楚 这幅画到底是房品 还是真迹 你一定觉得我很可笑吧 没有 从一个骗子的怀抱 投入到另外一个骗子的怀抱里 这不可笑吗 坚强一点 周医生说 伤愈以后 是有人可以重新拿起画笔的 我相信你也可以 谢谢你接受我的偏执 主厅长 能帮我一个忙吗 你说 不要让那个人 把我的画带到国外去 森林 我们现在要对严迪离婚财产分割案 进行强制执行 请你配合 搞错了吧 我不是你们的被执行人 你们的被执行人 叫严迪 你用赝品欺骗了严迪 让他误以为他的画作被烧了 实际上你保存了他的画作 现在我们要对你的物品进行扣押 只是给付复制品而已 我就是想多个捏一下 这也违法吗 森林 您与严迪签订的作品转让合同 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一条 一方利用对方出于危困状态 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 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示公平的 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严迪已经向本院提起撤销之诉 并申请财产保全 这是财产保全裁定书 另外 你曾对严迪做出将其作品所拍得款项 用于培养与监线教育机构的承诺 并无实际行为 你用欺骗手段 占有他人巨额财产 涉嫌犯罪 限须将你移交公安机关 这怎么能是欺骗呢 严迪 他是自愿把这些话付给我们 你们怎么能曲解 一个艺术家的胸态 思想和爱呢 你们这是玷污艺术 你在这里狡辩没有任何意义 法院会给你个公正的结果 你别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